2012年的1月深圳市保安公安分局的民警带领多名特保人员到东莞市长安镇传奇夜总会抓捕涉黑犯罪嫌疑人 人没抓着,他们却被夜总会的保安误以为是假民警给打了 当天,因沟通补偿,夜总会数十名保安以为这些特保人员是假民警来砸场的,直接把人给打伤了 事发后,夜总会包括保安队长赵某涛在内的三名保安投案自首 陈某涛等其他13名涉案保安先后被抓获 昨天下午,东莞市第二人民法院对此案公开宣判 法院认为,陈某某等15人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依法应予惩处 而赵某涛帮助当事人毁灭证据情节严重 其行为已构成帮助毁灭证据罪,依法应予惩处 现在有人说这些夜总会的保安可能是故意打警察的 知道警察也故意打,当然了,人都被抓,你都要判了 就没人说自己是故意打警察的,否则就是自找不痛快 不问秦红皂白上来就打人,这就是违法的 这次也是对他们多年来法治关键弹幕的一个惩戒 其实有人也说,保安是被抓了,幕后指挥的老板又没事了 这件事也再次告诉我,不能老板说什么,这个就干什么 特别人打工仔,你得看清楚,老板说的是不是违法的 否则坐牢的可能不是老板,而是自己